基本的五十四頁的部分 那這一刻在上的東西啊 其實就是加個Veggmine 類似那種東西 第一個Fried insects are regarded us 第一個把這個rregarded us 畫起來 就是把a視為b 那第一個你要圈的是這個字 就是us 所以呢那種炸的昆蟲 應該有吃過吧 如果出國應該尤其像東南亞國家 這是他們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路邊隨隨便便你看得到的 不是那種炸蟲啦蟋蟲啦蟹蟲啦 這種應該都是他們的平民美食 我會建議你可以去試 至少你看看人家吃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可以吃我們一定也可以吃啊 所以呢這種炸昆蟲 他們被視為a delicacy 好這個delicacy如果你不會 就自己寫上去就是一個美食 一大好吃的食物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把這個parts寫個名詞 隨著some parts of the world 就是這個世界上的某一些地區 某一些地方呢 對他們來講 這是他們的好吃的東西 那那個rregardous在上面 不過因為你的黃金三角裡面有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再花時間去講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 你操你不會的 其中的一個就是他 因為你的黃金三角裡面沒有他 叫look upon a as b 其實look upon a as b 如果拆開就是尊重 不過這裡是視為 那你們知道的炸昆蟲呢 justice 除了炸昆蟲之外 justice 還有rose mice mice是什麼東西 老鼠 老鼠 對那什麼叫rose mice 烤老鼠 對他們烤老鼠 make a perfect meal in other parts 就像有人是吃昆蟲 有的國家呢吃的是那種烤老鼠 可是也不要覺得很 也不要覺得好像 我們吃了就多文明啦 就像他們真的覺得我們 第一個我們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好可憐 就是邊開車然後邊吐血 還要繼續開車賺錢 這也是他們覺得很難理解的 第二個呢他們覺得 我們的臭豆腐這件事 他們也覺得 喔怎麼可以這麼噁心 然後我們還吃得這麼開心 就像你敢不敢吃香港的鴨仔蛋 就把那個蛋殼敲開 然後上面還一直那個雞的頭啊 毛啊 你敢吃嗎 我不敢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實在是太可怕了 可是這就是文化差異 所以呢 在很多地方呢 他們吃的東西的確 這個可能餓啊 我們想到就是餓啊這樣子 OK 可是對他們來講 叫perfect meal 這是超棒的一餐 好了嗎 OK囉 然後第二個 來把這個some跟other畫起來 考試應該考科樂字 就是考這兩個的挖控其中一個 some搭配的就是others 那如果是some of the 我們搭配的就是theothers many of us 那我們當中有很多的人 然而呢 would turn down these foods 好吧 這個foods的s先圈 其實food這個字本來不可數 可是一旦加上各式各樣可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了 他就變成可以數 就去叫他 不能記他 好 第二個把這個with discuss 兩個字光號 圈起來 就是非常厭無敵 而且我不是覺得噁心 我是覺得超討厭 有夠噁心的 所以呢 我們很多人呢 會拒絕這種食物 是因為怕噁心 好了嗎 然後這個with呢 這個字搭配的東西 類似的用法有什麼 譬如說with patience 就是patiently 那with disgust 就是disgustingly 加ly 所以with加一個名詞呢 就等於他的副詞 就是超級無敵噁心的 好 再來 那這些情緒動詞呢 大概搭配的東西有什麼 有些是用with 有些是用in 所以呢 你們類似的 剛剛with的呢 是用disgust with patience 用的是with 不過這些情緒名詞 害怕 我們用的是fear 或是fright 或是horror 第二個生氣地 叫in anger anger 那in anger 兩個字呢 等於angrily a n g r 去 y 加i ly 加angrily 就是非常生氣地 這樣就是變成副詞了 那副詞可以修飾動作啦 也可以修飾一個整件事 好 再來 那of名詞的話怎麼辦呢 of也一樣 可是of它就不是副詞了 它會變成形容詞 所以你們像昨天我有提提提提提醒你的 就是平息形容詞 It is nice of 人 It is kind of 人 那這個時候of這個字 修飾的大概都是一個人的個性比較多 所以of responsibility 就是responsible of patience 就是patient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用法 你可以不用操 可是會要懂就好 好 再來往下 similarly 把這個similarly上面 給你自己決定 你要操哪一個 操一個就好 來請你操上去 找一個東西操 隨便挑一個你覺得你可能不是很熟的 所以相同的 even when Americans say let 來這裡加個let上去 有時候呢 甚至當美國人啊 老美啊 他們說 they could eat a horse 他們可以吃一隻馬 這句是什麼意思 真的想吃嗎 不是啦 這裡的意思呢 其實是 they might have actually enjoy horse meat 對啦 當然 可以吃一隻馬 可能是真的 的確是在吃嗎 也不是 他們mine never 其實從來沒有 never enjoy horse meat us some french do 這個horse這個字呢 在下一頁 所以你們先快速看一下 其實我們都講 我會餓得吃下一頭牛 我們中文是講牛 那外國呢 吃的是馬 就像你講三字經好了 我們講不要罵三字經喔 英文叫four letter words 為什麼 譬如說shet 幾個英文字母 四個 那F開頭那個字幾個字母 四個 對 所以那個其實我們都有類似的用法 只是呢 大概有一點小小的不一樣啦 所以呢 這個could eat a horse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 其實不是真的他們在吃馬啦 因為馬肉 大部分的國家的確是不吃 那你們像我們 我們班也有人 連牛肉都不能吃 可是知道為什麼不能吃牛肉嗎 你們只有要被告知 為什麼能不能吃牛肉 應該是你的阿公阿嬤那一道 應該是農夫 就是老一輩的他們不吃牛肉的原因 是因為以前的牛 都是拿來種田的 所以他們其實另類的去想 他們其實是幫家裡呢 其實是在工作 所以呢 我們就不吃他們 因為他們幫我們賺錢 那這個他們其實呢 就像法國人 這個French這個字記住喔 他本身就是法國人 一堆的法國人 所以用的呢 他用的是due 他不用dust 所以他們可能也從來沒有像法國人 這樣真正去吃馬肉這種東西 好 那horse這個字要知道的 我往下一頁給你們看 第一個 什麼叫could eat a horse 其實就是hung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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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ry 好了 那可是如果今天講eat like a horse 像馬一樣 吃著吃那個量像馬一樣 什麼意思 食量很大 第三個 a horse of a different color 為什麼一隻馬 然後又不同顏色 其實就是像斑馬 像我們騎的那個馬 因為斑馬 斑馬啊熊貓啊 其實他們很可憐 因為他們這輩子的願望只有一個 知道嗎 熊貓跟斑馬 拍彩色照片 對他們來講 他們沒有辦法拍彩色照片 可是呢這裡的他的顏色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 a different color 這個意思就是 就像斑馬好了 他沒有辦法再變顏色 所以他強調的就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第三個呢 叫stray from the horse's mouth 為什麼會從馬的嘴巴提出來 因為馬以前都是交通工具 所以他馬上去到那個現場 他們得到的絕對是一首消息 所以也因為這樣 那第三個這個要知道 叫horse sense 其實就是我們最常講的common sense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沒有常識也要看電視 那看那個沒有常識沒有知識 叫common sense OK嗎 所以common sense這個字呢 就是嘗試 好了 再來下面 what affects people's choices of certain foods over others land 好了把what廣這個字畫 畫的在這個句子裡面就是主詞 所以affect這個字呢 叫做動詞就是影響 那什麼東西影響了人們 去選擇某一些食物 然後這個over呢 你寫上去 我已經幫你答好了 叫做偏好 就是為什麼你會有某些東西想吃 某些東西不吃 像我堂姐不吃紅色的西瓜 他只要看到紅色的西瓜 他就是會想吐 然後後來呢 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在三歲之前 就是曾經被那個紅色的西瓜 他媽媽 就是要餵小朋友吃東西 那因為他西瓜切太大塊了 所以在餵他吃的時候呢 不小心就噎到 然後那時候呢 用他 我阿嬤為了要救他 就用手去把他的那個西瓜 從他喉嚨裡面挖出來 對救了他 可是從此以後 因為小孩子三歲之前 你們是不會有記憶 可是從此以後 他就是莫名的 對紅色的西瓜會怕 那你們如果有某些食物是不敢吃 或者是你某些東西就是 莫名的喜歡 可以的話 你可以去問你的爸爸媽媽三歲之前 因為你的第一口 小孩的第一口食物很重要 所以你小時候如果第一口 你媽媽把苦瓜弄得很好吃 從此以後你就很喜歡吃苦瓜 可是如果苦瓜一開始 他就是直接給你涼拌 然後直接叫你這樣生吃 你應該看到苦瓜就是想吐 所以苦瓜是應該苦瓜 茄子 還有一個什麼東西三種 是小朋友最討厭的 香不是香菜 不是香菜 青椒 對 青椒沒錯沒錯 這三樣東西有些 就是小朋友不喜歡吃的前三名 可是就是你的第一口 你的第一口如果OK的話 其實你青椒炒牛肉就好吃 可是你家裡不能吃牛肉 你就很難想像說 為什麼青椒炒牛肉很好吃 好了 所以over這個字呢 換起來就是偏好 然後第二個把這個others的s 寫個等於people 你要想喔 你一天其實以中國人來講 你一天至少至少要吃五種顏色的食物 你真的可以今天開始從早上開始去算 到你晚上你可以吃幾種顏色的食物 很難啊 我真的覺得很難 是因為中醫的理論就是 我們的心肝皮肺腎 肝心皮肺腎 應該這樣 肝心皮肺腎 你要對照吃的食物就是青植黃白黑 所以要補腎的就是要吃黑色 然後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一天你的五臟六腑要健康 你就要吃五種顏色的食物 可是中醫說最健康 你要長壽藥一天要吃二十種顏色 哪來的二十種顏色 你乾脆吃那個彩色比 可能還比較快一點 可是實際上的確有很多食物 你可以努力去攝取至少這五種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選擇一些食物 有些人卻不選擇 來after digging into 來把這個digging into 畫起來就是太久 可是為什麼加ng 在這裡我幫你寫好了 等於experts duck 記得喔是d-u-g喔 dig的過去式叫duck 為什麼叫是duck 因為covered discovered 這個就是過去式 所以在這些科學家 這些專家 他們很認真探索了這個議題之後 專家們就已經發現了幾個原因 你的食物一定有你自己的偏好 香菜不吃的舉手 覺得香菜是忘了 我賣這麼多人 覺得香菜超級無敵好吃的舉手 對對對 欸還好 我覺得 對啊為什麼不能吃香菜呢 就為了一個香菜 所以你們吃潤餅 絕對不加香菜 貢丸湯也不能加香菜 這樣子總覺得少了一個味道 好可憐喔 不過香菜是真的所有的 配菜裡面的那個生菌素 就是細菌最多的 所以生菜不要生吃喔 生菜一定要煮熟 那個就不會有什麼拉肚子的問題 好啦 往下了 冷靜 講到香菜忽然覺得大家都行 不會啦 香菜有它的好處啦 至少想一下嘛 至少你一天吃了一點點的綠色 你如果真的不喜歡 你就鼻子捏著吃一口這樣就好了 好啦 再來下面 耳帽這個字呢 寫個當中之間 寫個陳語三 兩者之間是between 三者以上呢叫amount 那這些專家他們研究出來的原因當中 這些因素當中 customs, traditions and geography are the major ones 好 我把once已經幫你畫好了 把這個once呢 畫到上一行的factors 所以呢 不管他們這些因素當中 影響你選擇食物呢 其實他的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個習俗 第二個傳統 第三個地理條件 這些都是他們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叫你要吃 每天早上叫你吃漢堡好了 台灣人 台灣的小孩可以 為什麼用台灣的飲食已經西化 可是你叫中國人每天吃飯好了 早上吃飯真的要他的命 平常覺得那種事實在是不應該是他們的主食 好 再來往下 那custo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把這個role這個字畫一下 整個換起來 好了嗎 那風俗習慣這個習俗呢 他們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in affecting 來把這個in 往這個字畫 ing圈起來 所以習俗呢 風俗習慣呢 在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什麼時候很重要的角色 影響人們的選擇 就是他們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at the soul 好啦把這個 soul 這個字畫 我畫在這裡了 所以他整個句子的意思 就是除了習俗之外 他們傳統也是 就是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習俗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傳統也是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 customs as well as traditions are crucial 這個crucial就是很重要的 factors in the food and selection of people 所以人們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習俗傳統都很重要 所以in Korea 在韓國 seed wheat soup is well know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a birthday meal 那在韓國 去韓國應該可以看 常常裡面你們都得韓流了 所以應該都知道韓國人 他們在生日的時候 一定會喝的東西就是海帶湯 不然就是他們吃泡飯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每天一定要喝的那個soji 就是那個燒酒有沒有 那一罐啊 其實我後來發現那一罐不便宜耶 那一罐比台灣的啤酒貴很多 可是酒精又比我們台灣啤酒再濃一點 可是對他們而言 每天晚上下班一定要去喝一罐 他們一天他們說一天 韓國人一年喝那個可以喝到兩億 平均一個人好像喝到兩千多罐還是兩 反正就是很多的意思 每天每個人都要喝好幾罐 那一年下來他們喝的那個量是很大的 所以呢這種海帶湯呢很有名 什麼時候很有名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birthday meal 就是他們生日的時候啊 要喝這一道海帶湯 because seaweed is very nutritious 那這個 nutritious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寫下就是營養 的確啦海帶很營養 頭髮要烏黑亮麗就要吃海帶 那你頭痛有沒有 像今天天氣很熱啊 你如果覺得 開始覺得你頭痛痛的 你就去樓下買sevin 買那個海帶 海帶湯是最簡單可以治療偏頭痛 好像沒有那種一杯的嗎 有啊我有看到啊 在那個冰箱裡面一杯海帶湯25塊 就自己用熱水加上去就好了 就是那種就可以啦 有啦我有看到 就是頭痛的話 書跑一種喝書跑 因為你電解質不夠才會頭痛 第二種就是海帶湯 海帶湯是真的他們證實過可以治療最簡單 而且不用吃藥就是偏頭痛的藥 那個可以當成藥來給你治療了 好再來下面 那這個是我們這課的課文 當時我們在上文法的時候我再來講 不過其實這個國中就學過了 這個so等於to 只是so放在句手 to放在句尾 中文都是肯定就是也是 那第二個如果也不是的時候呢 就記得喔 他是not 搭配的就是nealer 當然啊 nor也可以 nor也對 nealer跟nor都行 這兩個都可以用 國中學到的是nealer 高中學到就是nor nor 好 再來那這一個呢 叫做負荷句 所以當時我們在上文法的時候 我們再來寫這個 那我們有分成幾大類 第一種必動詞 上次在寫的時候有必動詞 is am I was a word is am I was a word 第二種呢 叫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就只有三個 do the state 第三大類呢 叫情態出動詞 什麼叫情態出動詞 就是有意義的 比如說can will shoot must 這種中文翻得出來的 最後一種就是完成式 那因為完成式我們只有三個 have is 是現在完成式 have的是過去完成式 記得他為什麼跟助動詞分開 因為他叫pp 他跟其他的助動詞不一樣 其他的助動詞接原型 完成式這個加的是pp 好沒問題的話 那這個呢我就挑過nor剛剛講了 韓國人呢相信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people 那再來你跟著我把那個箭頭 括號畫一下 第一個 letter呢 畫到後面 這個people寫個主詞 第二個這裡寫個動詞 所以本來的這個整個的句子呢 主詞是誰 是people 動詞呢 是can live 可是我要跟你講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人 who have seaweed soup on their birthday 他們做過統計 只要每年生日的時候 這些都會喝海帶湯的這些人 他們呢 can live longer 可以呢更長壽 所以呢 韓國人他們自己相信這些人 那這些人做了什麼事 可以活得更久 只是我再跟你修飾一下 這些人就是生日喝海帶湯的人 那到了in Greece 到了希臘呢 people bake a special type of bread 那希臘人他們會考一種 比較特殊的一種麵包 好一樣 從這個let 括號到那個new year's day 希臘人們就是在新年 而且特別新年喔 會考一種特別的麵包 可是這個麵包是什麼樣的麵包 來把這個let下面寫個which 麵包裡面呢 跟我們的以前的概念 就是那個元寶很像 所以我們這顆會有上到元寶這個字 contents 會加了一個 a silver or gold coin on new year's day 就是他們麵包裡面呢 藏個金幣 或是放個銀幣 就像以前我們的元寶裡面也放錢嘛 好了 在the Greece police lab 一樣把這個land圈起來 那希臘人們呢 他們相信那一件事情 the person 一樣寫個主詞 will be blessed 寫個動詞 所以我的主詞動詞蠻長的 只是跟剛剛那句一樣 我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人 那一種人 who finds this coin when eating the bread 好 第二個把這個eating 寫個he or she 因為我們不知道男生女生 所以你可以寫個she 你可以寫個he eats 所以前後同一個主詞的時候 我可以把其中那個主詞省略掉 這樣就變成所有的分子購句了 所以這些他們在吃那個麵包的人 如果吃到了這個銅板 吃到這個硬幣 will be blessed with 好 把這個be blessed with 全起來就是享有 就是他們很被祝福 可是這個祝福呢 是什麼樣的祝福 with good luck for the coming year 接下來的一年 他們呢 就有機會呢 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運 好了嗎 好了 那這是希臘喔 到了下面 這個我就挑過 Likewise 相同的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好 把這個on寫個星期日期 節日 第一個星期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日 第二個日期 1月1號到12月31號 第三個 節日 你的生日 或是聖誕節 或者是接下來 我們期待的4月份的那4天連假 節日 那相同的 在那個中國的除夕夜當中 Many Chinese gather around 把這個gather around寫個團聚 那他們團聚在哪 around the table 他們圍著圓桌 那這個餐桌呢 是跟誰一起 with their family 跟他們的family member 跟他們家族的成員呢 to make and eat tumbling 所以第一個 make dumpling 就是他們要包水餃 包完之後呢 再吃水餃 所以這個and呢 接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包水餃 第二個是吃水餃 ok了 好 adoupling looks like a圓寶 這裡就念圓寶 水餃的樣子呢 看起來呢 就像是一個圓寶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呢 a type of money 因為這個圓寶 我故意找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 我們水餃長的樣子 就像它 所以它是一種錢 我故意找這張照片 就是給你看 圓寶 如果想辦法讓它立起來 就長這樣 所以那個圓寶 水餃看起來就像圓寶 可是什麼叫圓寶 外國人不知道啊 所以它就說 a type of money 它就是一種錢 那這種錢呢 是什麼時候用的錢 來把這個which was 寫上去 要留一起留 要省一起省 所以它是被古代 就是我們古代的中國 使用的一種錢幣 那which was呢 就是因為錢不可數 所以我們不用worth 所以它是在古代的中國 用的一種錢 而圓寶 represent wealth 把這個represent寫個動詞 圓寶 代表的就是財富 and th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culture 所以它在中國的文化當中 它代表的就是一種中國的文化 所以代表了錢財跟滿足 如果現在你真的拿得到這種小小的圓寶 收好 因為這個現在的行情非常非常貴 很多人 而且你家裡的阿公阿嬤應該會買金子 有沒有 可以的話叫他們去幫你用成圓寶 這個當中的傳家寶 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全世界通用的幣子裡面第一個就是黃金 你拿台幣出國要逃難 假設外星人攻佔地球了 你的台幣去哪裡都沒有用 如果真的要什麼諾亞當中 我們要去美國好了 美國聽說他們現在已經蓋了不知道幾座的諾亞方舟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那個神秘的五十二區 他們很多的那個都證實說有外星人要入侵 所以他們也因為這樣 你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很多錢 你的錢錢很多 我就是要去住在那個他們諾亞方舟裡面 他們裡面的食物可以讓他們呃呃呆十年 一年還是十年不是一就是十 反正就因為這樣可是錢錢要夠多 問題是台幣他們到時候沒用啊 他們不要喔 你要的就是黃金 他們唯一要的就是黃金 好再來Layer 4 因此 Many Chinese believe that 好再把這個let的圈起來 也因為這樣 所以Layer 4你寫個as a result 因此 Many Chinese就是很多的中國人 believe that Making dumplings 好把making dumplings寫個主詞 這是一件事 意思呢寫個動詞 所以你去包水餃這件事情 It's helpful in making more money 你想賺更多的錢 就請你包更多的水餃 因為你有更多的水餃 你就有更多的圓包 and so is 好把這個is 往這個字化 前面是is Emma was worth 後面就是is Emma was worth 所以你包多少水餃 你吃多少水餃 就是你吃盡的財富 吃盡的滿足 好那我就停在這一頁給你們抄 OK的嗎 等我一下